30箱全部都是爆炸 原本应该是真空包装 粒粒分明的珍珠 还没拆封 包装却已经膨胀 还有水蒸气 甚至还能看到软软烂烂的珍珠 黏在里面 一打开 臭酸味更是扑鼻而来 打开去烹煮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臭 是发酵恶臭 跟那种烧水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那吃下去是有酸酸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当然是第一时间 就跟代理商反映 日出查态 英国加盟店的店长特地返台 表示代理商在出货前 还特别释主了同一批的珍珠 表示没问题 但实际收到货却是臭到不行 赶紧向代理商反映 却找不到人 跨海希望台湾总公司帮忙 却还是得回头找代理商负责 加盟店等于求助无门 他现在还正在销售中 因为他代理商还没有给我们 每一个正确的答案说 到底可以卖还是不可以卖 因为他那时候是跟我们说 是可以用的 这种是我们台湾最流行的东西 最好吃的东西 让我觉得非常的丢脸 看看日出查态 位于英国伦敦的加盟店 外国民众为了喝上一杯珍珠奶茶 每天都把小店挤得水泄不通 但店长却出面控诉 夯道不行的珍珠奶茶 英国代理商送来的珍珠竟然是臭酸的 害他们面临没有珍珠可卖的窘境 实际打岳阳电话到英国 找到代理商 他是这样说的 他们有问题地提提珍珠 我们跟他们说 这是有问题要马上认掉 不可以用 代理商回应 第一时间就请加盟店 不要使用有问题的珍珠 更在上个月 飞来台湾跟总公司开会 台湾总公司也表示会协助代理商积极处理 毕竟没人希望 从台湾红到国外 人气抽烤的珍珠奶茶 在英国砸了招牌 记者陈国民张欣怡 SNG小组台南报道